地藏菩萨本宴经 我们念一段经文 说是以时会中有一菩萨 马哈萨 明定自在王 白佛言 世尊 地藏菩萨累戒以来 各发和愿 今门世尊 殷勤赞叹 唯业世尊列而收之 而时世尊告定自在王菩萨 地听地听 善思念之 勿当为你 分别解说 乃往过去 无量阿珍其 那由他不可说解 而时有佛好一切志成就如来 应供正偏知 明行足 善事 世间解 无上事 调欲丈夫 天人师 佛 世尊 其佛受命六万劫 未出家时为小国王 以一灵国王为友 同行十善 扰益众生 那我们这个经文 读到这里 那么这一段呢 是说这个佛陀 对地藏菩萨 他称赞了很多以后 其中呢 在座当中另外有一位菩萨 叫这个定志在王 定志在王菩萨 他就站起来 他就问佛陀 他说这个地藏菩萨 到底是累计 就是很多事 很长的时间 到底发了什么样子的厌呢 今天这个佛陀 特别对他 这个一次又一次的赞叹 一直在赞扬地藏府上 希望这个佛陀能够 讲解一下 解释一下 讲解 这个时候啊 这个佛陀就跟定志在王菩萨讲 他说你要仔细的听啊 好好的听 那么能够好好的想一想 善事念之 就是仔细的想一想 好好的想一想 现在呢 这个佛陀就要为大家 分别解说 也就是要解释 这个地藏王菩萨在过去啊 很长久的时间里面 他那个时候啊 他的种种的这个发的 是厌忘 那么佛陀就讲啊 那么佛陀就讲啊 在那个时候啊 有一个佛就是 一切知成就如来 那么他这个佛有十个称号啊 就是应供正偏知 民行足善事 世间解无上事 调义丈夫 天人师佛 世尊 这十个称号 都是佛的称号 这个佛的寿命呢 是六万劫 在没有出家的时候 还没有出家以前 曾经是一个国王 一个小国的国王 跟另外一个邻国的国王 都是彼此之间是很好的朋友 同行十善 这个十善 我们晓得这个五戒十善啊 我们这个刚刚这个发心邪博的佛门的弟子 都要守这个五戒 行十善 行十种善业啊 那么都是两个国王 都是行十善的 那么帮助他们那个 这个他们本身治理的这些国民 这一段经文就是这样子解释 那么在细说呢 再仔细地讲的话 我们可以先讲一下这个 什么是佛 佛本身有十个称号 十个 十个称号 那这十个称号也就代表佛本身啊 他这个的种种 其中第一个 应供 应供 也就是说 你看到佛了 你就应该供养 那这个解释很简单的 看字啊 他讲应供吗 应该供养 应供就是应该供养 我们那个那天讲呢 这个天地金钦施 你都在供养 何况这个佛啊 他是宜宙的意思 他是懂得 这个整个宜宙当中啊 这个宜宙当中啊 最严满的一个圣人 最严满的圣者 所以他第一个讲啊 这个众生遇到佛 应该要供养他 为什么呢 应该讲起来 这天下的所有宜宙的一切东西啊 他都可以拥有的 他都有资格可以拥有 佛是最严满的啦 好像我们讲起来啊 到底你拥有的东西 再怎么样子的多 都输给佛了 因为佛拥有空性 那么空性呢 又充满着整个宜宙的 由所有的宜宙 都是从空性里面生出来的 由空生有的 那么你这一切的物质的一切东西啊 你供养佛的话呢 也永远不会满的 不会圆满的 可以讲佛本身就拥有一切 所以你供养佛不算是什么 所以他第一计划就讲这个佛 你依益道佛应供应该供养他 那么第二句话叫正偏知 正偏知啊 它也就是意思就讲 佛是最正的 拥有最正的 天满所有一切的智慧 这个叫正偏知 他的正见的正的 正的见的智慧 偏满的 是全部都是满的 这样子的一个圣人 那是不得了 一般我们 小的现代的这个 科学 你说博士 博士 其实不应该叫博士了 博士 广博的意思 你懂得很多的知识 广博的知识就叫博士 其实现在的博士 不是不应该叫博士 叫专士 应该改名叫专士 我认为这个才比较符合 因为是专门的研究某一部分的知识的 叫专士 现在哪有博士啊 你懂得这个computer 你就是懂得computer 你不懂得这个 这个 music 音乐 你不懂得这个吸音声 唱歌 你不懂得吸音声 你不懂得 你不懂得这个piano 你不懂得钢琴 你不懂得艺术啊 画画 你不懂得医学 你虽然是一个电脑博士 你就是在电脑上面 其他的医学你当然不懂 你养殖你也不懂 龙座你也不懂 怎么可以称为博士呢 所以是应该是叉叉专士 应该是这样子的 讲博士啊 这个博 广博 不够的 这个博士应该给谁 应该给释迦牟尼佛 他懂得正偏知 这个应该是释迦牟尼佛 才叫做博士 所以我们应该这个十个佛的称号 里面再加上一个博士 他懂得很多嘛 天文地理什么他都懂的 人伦科学一切的他都知道的 生理学他都懂的 我们现在的哪里能够当博士 博士都是假的 都是专事 应该讲起来都是专事 专门哪一行你知道的很精 这个是博士 这个是专事 不叫博士 在日用字上面呢 因为我们已经用久了 博士就称他博士 好像他博士就什么都懂了 其实不一定的 他在某一部分方面 像佛学来讲起来 有些博士 他佛学根本能听也没听过 他虽然是博士 他根本不信佛嘛 他根本从来不信佛的 你说叶博士越铁齿 越铁齿 他懂得一点 目光如斗 他就是眼见那边 你说佛学 他根本能听都没有听过 他就不足才信 他就不信了 天下就是这个样子 他只是称为专事 不叫博士 不叫博士 所以佛本身来讲起来 他正偏知 真正的知会 周边的 知道 懂得一切 真正的知会 这个是佛会 跟一般的知会又不同 这个在美国的教育 公司而且是专精于这方面 他不教你当董事长 他不教你当董事长 我只一个电话 我就当董事长 所以很多人在笑 那个台北那个西门町 西门町的招牌掉下来 打死五个 有四个是董事长 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董事长比那些 那些顾言还多 这个是一个 一个好名的一个现象 在美国不是的 美国大部分都是 你能够找到一个很好的职位 很高薪的职位 你就很不错了 什么董事长 一张桌子一个电话 住一个房间就是董事长 这个都是差很远的 所以一般来讲 这个教义方面 要达到正偏知很困难 所以只有佛陀 才可以称得上正偏知 明行足 这个很有意思 他是很清楚明白的 知道这个行 就是你身体的种种的业 足 行足呢 就是一切所做的业 一切所做的业 生业 可业 异业 他都非常清楚明白 他懂得这个三业 这个明行足 行啊 他就是走路啦 足啊 就是用脚啦 脚 就是你身体的业 那么行 就是一切行为 明白一切的行为 生业 可业 异业的 就叫做明行足 他懂得 另外叫善事 我以前解释过这个善事 善当然是好的了 死就是死掉了 就是 但是我来说是说 说好事 其实不是这个意思了 就是 很好的死亡 也其实很好的死亡就是什么 就是涅槃 涅槃 善事 善事其实是无生无死 可以这样子讲的 无生无死的境界 叫做善事 就是一种涅槃 一种佛啊 生死 都是非常严满的一种境界 叫做善事 他的生 他的死 都是非常严满的 我的 我讲的 跟一般人注解的 不是很一样的啊 不同啊 跟一般的法师讲的不一样 我讲的善事 虽然是涅槃 就是涅槃 就是无生无死 就是不动 就是很好的生死 是一种超业的 这个叫做善事 什么叫做世间解呢 这个是最难解释 大家一般来讲 看字解释 说能够解释世间 也不是这样子讲 这个 能够在世间解脱 他降生在 这个佛降世在沙婆世界 但是能够在沙婆世界 也能够解脱的 也能够解脱的 佛啊 不会说 降生在沙婆世界以后啊 他一下子 他因为他犯了很多的业啊 又去喝酒啊 又去那个 摄琴藏手啊 他又去电影啊 又去卡拉OK啊 又去迷恋一些物质的社会 所以他不知道他以前是佛啊 所以他就迷失掉了 从此他就回不了天了 连天堂都回不去了 不要说他成佛了 就又在六道轮回里面转啊转啊 转不出来了 这个就不是佛了 佛是世间解 佛是世间解 就是在世间啊 也能够解脱的 叫做世间解 那么佛佛佛降生啊 他在世间 不受世间的迷惑 你看他也起老婆 他老婆很漂亮的 佛佛老婆是很漂亮的 他也起这个 他也生孩子 他生了罗吼罗 佛佛他生了罗吼罗 生了一个儿子 那么他也起漂亮的公主 为妻子 也生了孩子 那么房宫啊 种种的享受 歌舞 歌舞生平 发发世界 他都能够把这个 能够看破解脱烦恼 那个金钱啊 你说当一个王子的话 他要钱有钱 要珠宝有珠宝的 他也能够看破这些 能够出家修行 所以这个佛是叫做世间解 然后我们出家的 出家的 当然你已经出来家 你不可以再起妻 也不可以再生子 那么也有人讲啊 你说哎 人家那个出家人 是不可以起妻生子的 为什么你有妻有子 我说啊 那你才问的莫名其妙呢 人家释迦牟尼也有妻有子啊 对不对 他一样有妻有子 他也生了一个蛋啊 生了干 浮出来是楼后楼 他也生了 他也有生啊 他真的也是起妻生子啊 所以这个是很好回答的 有人讲说哎 你卢斯尊怎么搞的 你怎么有妻有子 很多妻子都喜欢问这样子的问题 他说哎 你妻子呢 哎 过来照个像 哎 登报纸 他在旁边就是写着 卢圣燕佛佛的妻子 都是很喜欢这样子的 还好我那个 我那个宝贝儿子没有常常跟我出去 否则他会讲说这个就是这个佛佛的儿子 这个就是世间人的眼光 但是他也不明白啊 释迦摩尼佛也起老婆 对不对 他起那个 谁啊 嗯 耶稣头楼 亚苏头楼 什么耶稣头楼 耶稣基督 亚苏头楼 然后他生了楼后楼 他有妻有子啊 对不对 他真的是有妻有子的啊 他跟师尊也一样的 有妻有子啊 便没有什么不同 这个是因为先结婚 生了孩子以后再出家 那你已经出家了 没有那个义务跟权力啊 再去启曲啊 生孩子的 没有这个义务跟权力的 你要从此要同真 同真修行 同真修行又 又好 对不对 再修着佛会比较好 会比较容易点燃 早一点修行早一点好 但是呢 佛陀这样子的这个在世间呢 他就是表示说 我虽然在世间 我有起妻生子 我有王位 我有金银珠宝 我一样能够 我一样能够世间解 一样能够脱离世间 种种的烦恼 能够解脱 这个才是真正高明的 这个世间解的意思就是这样 虽然在世间 也能解脱 种种的烦恼 这个是佛才能够做得到的 这个是佛才能够做得到的 那么无上世 没有比这个再高的师父了 就是你已经最高了 你已经最最高了 到了佛这个境界来讲 按照佛陀的意思讲 佛的这个境界 就是最高 无上的无上 没有比这个再高了 所以有很多人在讲 这个 哎 花明一个日超过佛的 再花明一个日超过佛 不可能的 这个佛就是最高的 他已经是到圆满了 没有缺点的 真正完全没有缺点的 就叫无上世 没有比他更再高的 这个调义丈夫 我常常讲 这个调义 这个佛啊 他在教化众生啊 是最懂得调义的 最懂得调义的 众生要成佛 要修行 就是在做调义的功夫 你贪念过重 就把贪调少 你这个惩念 惩念过重 就把惩念调小 你这个余值过重 你就把这个质 这个质念啊 贪惩之 这个质念啊 就给他调小 他在做调 调义的功夫 所以我以前常常讲这个松跟紧啊 松跟紧 你就是在做调义的 那我听说你们今天晚上啊 要这个开会 是不是 开会呢 你们就是讲说 这个开会的时候是想要 西雅图雷仗是要做一个很规则 一个规矩 就是一个借力出来 一个借力出来 像我们经中里面呢 我讲说我讲了军人 军人有经济 军人的记忆 像我那天喝茶 喝茶应该要很端正的 就这样子喝 老百姓喝茶不是这样 这个就不一样 头一滴下来喝茶 就是老百姓的喝茶 军人的喝茶是以这个杯子救口 以杯来救口 没有用头去救杯子的 吃饭也是一样 很知识很端正的 很威武的 他有一个规矩 有一个具体 我们以前板凳 板凳坐三分之一 板凳不能全部坐满了 坐满了就会这样 对啊 你来翘鼓起 板凳坐三分之一 你就会挺起来 这个屁股垫着板凳 板凳坐三分之一 你拿那个馒头啊 不能拿那个最大的 你拿那个最大的挑馒头 这个拿起来放这个 挑一个最大的 他就要叫你 喊我的馒头最大 你当场对着餐厅所有的人喊 我的馒头最大 这样子 不可以挑了 拿到什么就是什么 眼睛不可以乱飘 这样看来看去 不像话 对不对 所以他惊人有一个经济 我们出家人 修行也要有一个纪律 那么这个调义 就是要调的 不要太紧啊 你太紧的话 他们受不了 大家都都跑光了 对不对 大家都都哎呀 惨啊 西雅图雷像是归籍那么严 我们受不了 通通溜 啊 外省的吃甘霸说酸 酸啊 大家都跑了 对不对 那你也不能太松 那松是变成什么呢 老百姓嘛 哪里是修行人 你跟我们俗家人又有什么不同 又唱歌了 又跳舞 又消夜 又卡拉OK 又是这个 又是那个 一下子又是 就生活善慢 不像个修行人 所以你今天啊 这个制作的这个规矩 就是不要太紧 也不要太松 稍微给他们 螺丝 稍微绞紧一点点 这样子让他们像个修行人就好了 像啊 哈哈哈哈 这个就是调义丈夫 这个这一点松紧就是在做调义 天人师 佛啊是天人的师 因为他度天 度所有的众生的人 他天跟人度的最多 所以叫做天人师 这个天界啊 这个无色界啊 这个色界 异界 所有的天人 这个佛是他们的导师 说度天界的人很多 跟所有的这个人啊 众生啊 度的最多 所以天人师 佛 圆满 这个佛就是圆满 就是洁物的圆满 圆满的洁物 圆满的洁物就是佛 四尊 沙婆世界的众生啊 共同尊敬 那就是四尊 沙婆世界的众生啊 共同都很尊敬 这个就是佛的十个称号了 我认为再加一个博士 再加一个博士 因为他真的 我看了这个佛 佛经以后啊 佛典 佛经以后 嘿 我在想 这释迦牟尼佛怎么懂的 这个宇宙之间 种种的这些道理 真的 那个哈 哈伯啊 天文台 所测出来的 五百亿的太阳系 这个佛陀 他讲说 时间是无量阿珍奇 空间是不可说 到今天为止 天文仍然是不可说 五百亿啊 只是有限的 无限的宇宙 还不知道多大 五百亿个太阳系 想一想 只有佛才能够讲出 不可说 讲不出来 无量的 这个以前 在以前 那个一般的这个宗教的经典 small potato 很小量 他讲 他讲上帝创造两个光 哪里是两个光啊 五百亿的光都不止哦 多少恒星 大家想一想 所以这个佛学真的是很伟大 这个佛法 也只有佛陀才可以称得上博士 今天就谈到这里 我妈的便宜 我妈的便宜 好